現在看這一集的人 你們得到了最新的資訊 所以你媽想要怎麼一個人 那麼大 能撿個指甲 他們剛剛就是踢了一下 感覺有害他 有些媽媽就是很想要有自己的小孩 那這就是一大福音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妮凡雪柔 相信有在觀看我影片的大家 都知道我已經狗裡面有兩個寶房了 即將在這一週就要滿25週囉 因為平常實在收到太多的訊息 畢竟有一些訊息呢 我也不是專業的人員 我沒有辦法一一的回覆大家 所以重磅幫大家請來專業的醫師 那我們來歡迎台北生殖中心的何彦炳醫師 大家好 我是台北生殖醫學中心 何彦炳醫師 也是我們這邊的副院長 大家都說我實在太幸運了 一剛開始就遇到何彦炳 這麼的細心這麼的貼心 那因為整個試管的療程其實分很多單 可不可以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 從最原始的試管癮呢 就是把這個卵子取出來之後 跟這個精子呢放在一起 那經過一個晚上的時間拿來自己分配 所以我們的IDF就是 叫做第一代的試管癮 那因為有些人呢 他可能是先生的精液 裡面的精蟲呢 這個標準不夠 或者是精子可以讓他少 或者是活動力不好 或者形態有問題 那這個我們就必須要找到 這個最標準的這個精蟲 幫他放到這個 第一名就對了 對第一名把他用協助的方式讓他分配 就是把那個精蟲 他直接打到籃子裡面去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有一種特殊的稱呼 叫做 ICSI 單一精蟲顯微注射 哦就是大家俗稱的顯微注射 就是顯微注射 就是把那個精蟲直接把他用顯微鏡底下 看著把他打進去 這種話題稱為第二大四管一盒 然後當然就是說這個代數的說法的話 一般是大陸的內定傳出來的 全世界各國呢 統稱的是叫做 體外受精 能夠生殖可掌 第一代的話 第一代的四管一盒是在1978年 1978年 比我還要大 第一個四管一盒的小孩呢 他現在也當了媽媽了 可見這個四管的小孩 將來人物的生命 跟一般人之間 這沒什麼太大問題 第二代的話是1992年的時候 開始開發出來的 到第三代的話 就是說 我們開始做胚胎的切片 那其實大家把它想像成 就是說剪指甲的這個概念 受見當天叫第零天 那早到第五天的時候 一般我們胚胎 它會形成內部跟外部 那我們內部的細胞的部分 就是未來會發育成一個胎兒的地方 外部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以後會發育成胎兒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個外部 因為人的卵子外面也是有個殼 那我們在著床的時候 這胚胎要跟內部靠近的時候 要脫離這個殼 才能夠跟內部靠近 所以一般是在第五天之後 它會脫離這個殼 那我們在培養的過程之中 如果把殼上面打開一個小洞 那個胚胎就會從裡面 像那個變形蟲一樣可以鑽出來 所以如果說 我們在這個比較外部的細胞 然後變形蟲就要打個小洞 它就會從那個地方鑽出來 那鑽出來這個五六個細胞 或十個細胞 我們來看就可以來認真 發育到什麼程度 這些細胞裡面 我們擷取全部的細胞 那去先化驗 這樣會影響到它的發展 對 有些人會擔心的問題 但是基本上 因為它開始開洞的那個地方 就是它是比較邊垂地帶 所以你把小洞 你給人那麼大 你解決自己 他剛剛就是踢了一下 那你有害怕的 那拿下來這個細胞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化驗 有些人他們是 有一些家族離學的經驗 所以我們在放進去之前的時候 就可以先把這個胚胎巴找出來 那這個技術叫PGD 就是說 針對一個理智的疾病 然後來做診斷 跟PGS不一樣的概念 那PGS的話 它是做一個 篩選 35歲以上 那如果是自己懷孕的 就會去接受 所謂的羊毛酸質 那我們如果說 把這個概念推到 它還是在PGS的時候 那這些PGS裡面 我們拿到細胞以後 就類似像在做 羊毛酸質取的那些細胞一樣 也去把它做一個 藍色底的檢查 這個技術大概就是 所謂的第三代 2010年 慢慢很多地方 就開始在做PGS 那我想要問一下 通常會建議說 皺經之後 就要整批夢都送去 還是說可不可以動了 然後覺得 好像接下來很擔心 然後解凍的時候再送 這個問題非常好 如果已經計畫好 要做PGS 我們會在大概 第三天的時候 就在軟殼上面開個小刀 到第五天的時候才去做 有時候 它那個殼已經太薄了 所以你就要打 不太好打 所以他們就是 大概就是第三天先去打 一個洞 可以在通常 第五天的時候 沿著那個洞 開始鑽出來 然後被派爾 叫不上來 做所謂的切片 所以就沒有 那假如前面都沒有做好 做這些準備 那到第五天已經冷凍起來了 未來會想說 我好 我好 就應該要做一個 這個 我們就要把它再解凍 打個洞 再讓它翻出來 再切片 切換完以後 再把冷凍回去 有一些配件 我們已經把它冷凍了又解凍 解凍又冷凍 在冷凍技術不發達的時候 就是它有 對配配來造的傷害 不過 像現在我們用這個 極速冷凍 我們叫玻璃化冷凍 這個技術 冷凍本身 對配配的影響 就比較小了 那現在有所謂三代半 所謂三代半就是 壽經做完 然後放掉 連續培養的 視頻裡面 我知道 是不是你們那個很厲害的那個箱子 對對 我們這個叫 說是攝影培養箱 所以我們 每十五分鐘一張 一整天下來 九十六張 考我數學 然後我們五天下來的話 就把這幾張 趕快排列下來 你可以看到那個配帶在裡面發的影響 那這個有朋友的好處 就是說它是 非侵入侵的 這樣對你配帶來講 它的傷害是不是就會最小 那我可以這樣子想嗎 就是這個三代半 因為等於說 你已經從它的這個縮時攝影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 成長的歷程 你再來去跳出說 哪一些值得再去做這些PGD 或PGS 也可以 那以前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三代半 這個觀察的時候 那你就是 那到第五天的時候 就是全部都東西 那這樣的話 可能花費會比較大 口袋要很省 對 那如果是我們有縮時攝影 你這個履歷很清楚 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景面裡面 挑出最有可能 找出好的配帶 那幾顆的出來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好像也有問何醫師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做這一項 對 你那時候就說 我的年紀 還有我的那個身體的狀況 其實是 還不需要額外再去做 這樣子的檢測 對對對 我們一般是比 就是年紀比較大 因為它的 人測體的走長比例比較低 那我們如果 先挑比較優秀的來出來 裡面去找 這樣的話 會對他來講的話 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就是你的年紀 還有你的身體狀況 都還在很健康的狀態下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每一顆 他們都一定要去做 然後再來就是 現在也很多人動了 那越年輕動了 那他的 男生的身體越高了 年紀真是一把 是要注意到嗎 如果再往下的話 所謂第四代 這個已經沒有一個比較有功能的說法 不過如果 按照他原來這個所謂概述的精神來講的話 我認為 所謂第四代是指的是這個核轉值 最近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在英國倫敦他們有一個 三體嬰兒 電話 不是是電話 三輕嬰兒 就是說 他的爸爸媽媽提供他 細胞核裡面的遺傳物質 他的這個染色 那他本身可能 母親有遺傳的核立腺體疾病 那他這個核立腺體 如果傳給小孩的話 小孩也會發病 所以呢 他就是把這個核立腺體的部分 就是改成由別的人捐染給他 然後他再把他的自己的核 把它移動到那個 別的核裡面 這個也是屬於一種行為操作 但這個比較符合所謂 幾代的這個出生 這個就要到這個時代 未來針對有些 就是我們特殊的疾病 這個立腺體的疾病 要拜託這個疾病的話 又想要由自己的遺傳 遺傳 那就是細胞核是跟自己一樣就好 細胞脂裡面那個立腺體 就是有別人來捐給他 可是這個疾病的人的量 非常的少 現在看這一集的人 你們得到了最新的資訊 現在還沒有很適合嗎 就是還沒有開始 他這個還是在時間階段 但是已經有人實驗成功了 有些媽媽就是很想要有 自己的小孩 那這就是一大夫人 那為什麼要叫做骨韻症啊 我真心的就是在這裡呼籲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以後可以叫做骨韻症 有些人他們吃的這個益生菌 譬如說像 他雖然對我們腸胃道是不錯 你可以幫助小孩 但是呢 同期上來講的話 他會發育是有骨韻症 可以給大家看 那麼多一點 我們走多少錢 是歐吉祥 也就是歐吉祥 是歐吉祥 也就是歐吉祥 一多一多二三十五三個錢 還是階一多二十一